的确要让游客能够静下来住下来 钱也就逃出来了 一步一步创造更多的旅游商机 因此贵州这些年广建高速公路 以及大小机场 成功翻转了传统长途拉车 走马看花的旅游方式 那么现在到贵州去玩 提醒您不要急 慢慢看 慢慢玩 慢慢吃 对着好山好水发呆片刻 这也是人生的一种奢侈 而这正是贵州的最大优势 一个享受发呆的最好去处 黄果树瀑布气势磅礴 空气中丰沛的负离子与芬多金 令人心旷神疑 温然天成的山水媒体 向来是贵州最大的旅游资源 17只少数民族分布贵州各地 神秘且多元的风情 是以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 但过去车程往返 太过耗时 大多只能走马看花 现在当地政府大力改善交通问题 以贵阳为中心的高速公路网 逐渐成型 贵阳机场及各地支线机场 陆续扩建 路空交通更便利 旅游形态也跟着改变 总而言之就是快进漫游 通过交通的快 然后让人住下来 静下来 留下来 让他慢慢地在这里体验 去休闲 去度假 午后青年古镇 喧闹得旅行团少了 漫步闲逛的游客多了 步调比较慢吧 心情或者什么都比较轻松一点 很舒散 然后走到这个地方慢慢玩 我就喜欢这种感觉 一旦脚步放慢 眼睛与耳朵就会有更多发现 唱歌的小刚今年35岁 他从贵阳来到青年古镇 开背包客栈小院 已经有六年 他在这里以音乐会友 也和游客分享一字缠 一个字的话就是慢 基本上能够到我们小院来的客人朋友 都会慢下来 只是说当然他离开小院 回到他工作的时候 可能又会快起来 但是这个地方已经给他一个 小小的一个启发 原来生活可以这样的 一股新的旅游风潮正在兴起 换个节奏漫游贵州 将带给您全新的视野与体验 我们知道贵州是在云贵高原 它是个典型的山地的一个省份 那么在这个山区农业上 是相当具有特色还有潜力的 那么未来在发展这个山区农业上 它的一个发展方向还有规划是什么 因为贵州这个山地多 90%以上是山地 它这个没有大的平原 外谋以上的这种平地比较少 那么我们把这些 有一定规模的这些平地 农田把它规划好 然后用产业的理念 给它搞好基础设施 你像台湾把茶叶做得非常精致了 种茶叶 做茶叶 做出一个市场 做出一种文化 它也是个产业链条 所以我们现在一个产业 一个产业都在做 茶叶 种草药 酒 很多贵州的工业 其实贵州要发展工业 一个立足点就是贵州农业的工业化 贵州的初级农产品 如何通过企业的组织 变成一个有附加值的一个产业 让外地的一些农业的龙头企业 进入贵州来提升我们的农业的品质 这样的企业发展了 农民征收了 最终呢 这个农村的面貌也会改变